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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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要我們法師來分擔這些任務 為我們全國的這些信徒大眾 大家來解憶解憂 所以我們大概兩個月會派分派 回到一次來這邊值班 就是幫我們的信眾 家裡有困難的 有什麼身體病痛這些天衣的這些事 我們來用這個中國的文化道統正統的譯經來普掛 來幫他們解這個疑 是是是 真的 這幾天因為在我們的這個雙十法會 真的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遊覽車 都會來我們這裡來參觀我們這個淨土 而且知道說我們知道的法會 很多人也會來參拜 但是我也真的看到很多人 有很多信眾有一些疑問的問題 也都會來找我們值班的法師來張掛 會不會很忙 還可以啦 因為今天是星期一啦 星期一的話有的時候 因為吃得有很緊急很重要的 這些他們的方案 他們會專程上來祈求這些解決的辦法 所以今天還好啦 這個也陸陸續續這樣子 沒錯沒錯 我們知道就是說很多道場也都會分派一些學員 坐遊覽車上來 來做一些法工 制工 那還有就是來共修 那這次我們淨城法師的學員大概什麼時候會來 我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到場 不過有的時候我都會鼓勵我們的學員來到這一方面 因為這個十月十雙十的這個法會 我們師父他的這個課程啊 他會排在下午啊 他會來三個小時 就是開示眾生所謂的安心法藥 我們在學道的過程裡面最主要是講心啊 那麼心到底要怎麼安 那才是最重要的議題啦 所以我都會要求學生啊 除了時間能允許的話 我幾乎想他們每天都可以來接受師父這個法藥 您剛剛提到這個安心 我想很多師兄師傑也真的是在我們的道場 大家也越來都越安心 但是呢這次因為興奉我們雙十法會 我們有大家都恭頌了 有四十八部的這個佛說阿彌陀經 而且在以衛年的三月二十六號 王殘老祖聖誕千秋的時候 我們希望達到有十萬部的天德經 所以呢其實宋經跟我們安心 這心法裡面有什麼樣的真實意 這個議題很重要啦 主持人會問這個問題 我想把它詮釋一下 在過去這一二十年來 我初來開始傳授《易經新法》以後 我每次喜歡我們有的法師在開課的時候 我都會去有的時候那個時候會去幫他們致詞啦 那麼我實際上講一句話說 當我們的學員未入我們以前啦 當來開課的第一天我看的這些學員啦 他的臉的表現 這臉像都是慌慌張張的 好像有很多事沒辦法去解決 但是透過我們的法師去教一年兩年後 那個時候學生都很感動啦 他們會謝謝老師 因為初級班以後他往正級班去了嘛 就師父傳授嘛 那時候他們都會謝謝他們的老師啦 所以在請他謝師啦 這樣吃飯 有時候會被受邀請去支持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說兩年後 我們的學員的心跟他的臉所表現出來是 喜悅的 歡心的 安定的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啦 就是很自然而然在我們進了這個中門啦 真的齁 那一般我們進了中門以後 受到了這個廟法 受到這個法義 真的 好像大家臉自然而然就變得很和善 而且就好像看起來 這個人很親近的樣子 但是在多待一點的時間以後 真的也是真的不一樣 對 所以這個我們法門 師父跟老祖所傳這些心法 是在解決很多眾生的疑惑 所以這個很重要啦 修行裡面不管任何一個宗教 任何一個法都好 但是尤其是我們師父所傳這些心法 他能夠確切實實在在 直接切入我們每個眾生的心裡面 我們眾生所需要的東西都在這裡 是 所以在這裡呢 我也想請教一下我們的原成法師 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一次我們有著祈福消災的法會 對 也就在今年甲午年是一個多事之秋 多事之年 在3355 77 99 1010 師父開始說這是五福臨門 它是一個真實意 它的重要性是什麼 其實 師父把這個詮釋叫五福臨門 五福臨門用一個對意的角度 一個反方向的角度 我自己的看法啦 在每個甲午啊 就是六十年一次的甲午啊 在歷史上的軌道裡面 足跡看我們人類啊 每到一到甲午年的這個 只要到紅這個甲午年的這個年度裡面啊 好像全世界的都是動盪不安 那這個音樂可能 假如說我們有學習易經的人 大概就會去看到 藝經的角度裡面就是甲午嘛 午它是在地支是午嘛 然後在天干裡面 因為地球的磁力線是指五對沖嘛 所以在這一年啊 它五跟子的一個對立啊 會產生所謂的 我們講說移波蕩漾 宇宙大之間的這個能量啊 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小 它只要一產出出來的 所謂的這個桌坡出來以後 它的這個磁場就會不穩定 那不穩定 因為人假如不靠修行啊 它的穩定力就不夠 很容易就被接受到這些不好的磁場的干擾 因為人的心亂 人的思維也就亂掉了 然後有很多的事情的判斷力就錯啦 錯了以後就變成會有很多的對立 所以從歷史的角度 我們來探討的話 很多的甲武 包括台灣 世界 我們甲武戰爭 在清朝的甲武 就是馬關條的嘛 到最近的甲武 就是上市的甲武 就是海峽兩岸的戰爭 世界的戰爭 所以老祖跟祖父這個慈悲啊 老祖跟祖航來 為了天下的蒼生啊 不要再經過五六千年的這些浩劫 人類一直在打打殺殺 那麼老祖 祖父慈悲 會讓地球的磁場能夠更穩定 讓人類的心更穩定 大家更相和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 今天這一年來 我們就三三五五七七嘛 到這雙十嘛 那麼雙十在過去 我們中國文化道統裡面 就有一個每年的十月十五號 就是謝平安嘛 謝平安 山關大地裡面的 水關大地的聖誕裡面 那麼利用這個 我們祖父真的很厲害 但我在想剛好 他所謂的雙十 因為今天是潤酒嘛 後來雙十 剛好我們這個大選完以後 然後就變成第二天就做一個雙十 剛好是雙十節 我本來我也想 是不是我們那個陽曆的雙十 結果是陰曆的雙十 是雙十 就是剛好在開始祈求 這個我們眾生這一年來 諸佛菩薩 跟我們眾生大家一起 這一年來所做的功德祈福送經 讓這一年來能夠很平順 而且沒有無災無惡 給他度過 所以這也算是一種 所謂的雙十 謝平安 謝天地的一個法會 所以在這一次的甲午年 雖然已經是過了一個 就是我們論九月 但是現在又到了十月 真的回顧之前 這一年來真的也發生了很多天災人禍的事情 但是就是剛剛您提到說 這個法會它的重要性 雖然是六十年一個甲子 全世界可能會受到這樣的一個蕩漾 但是就是說 我們如果能夠多修的話 可能對我們內心會比較平衡 對我們的這些民界 或者是一些魔界 甚至法界會庇佑我們 我實際上講人是一半 但是民良兩界要兩立 所以很多的戰爭 有的時候我跟我的家人 我的小孩子 他長大了 我跟他們探討這個問題 我說人類很奇怪 每次你看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個諾曼蒂登陸的時候 那死了幾十萬人幾百萬人 那個人的勇氣是從哪裡來 一般人我們只要在平常在街上走 走到砰一聲槍聲的時候 大家都臥倒了 嚇死了都不敢怎麼樣 但是人到那個情境的時候 你看那個諾曼蒂登陸 那死了多少人那炸彈 那個機關槍這樣子少的話 很多大家都是往前衝 那我來想說假如我們能夠用靜心去看這個事 是不是很多是因為因果關係 所以民間借著這個人的身體往前衝 然後去報這個業力 是不是這個因素 這個我們是值得探討 當然一個決策者的錯誤以後 那個也是會有這種現象發生 但是他的兵馬還是這樣子做 每次的戰爭 我們看到很多的歷史的 一個戰爭死了幾十萬人幾百萬人 人還是這樣子的心 那是不可思議的 是 是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說 我們洋界的人也會因為累世的這些因果 或者是在民界呢 他也會興風作浪 如果說像師父老祖師尊開始 我們說要多誦經多迴向 希望泯陽兩立 而且達到一個泯陽大家都很心安的時候 我想這些的問題一定會減少很多 對 所以師父鼓勵我們的學員都誦經 誦經的真實意的意義在這裡 我們誦經是聖玄佛菩薩開示的這些路 那麼民界啊 他因為他可能還不知道路往何去刺 他要往何地走去 那你沒有給他一個安心的地方去的話 他當然是為公天下不亂吧 但是我們誦經 我們從我們個人開始去誦 我們個人的冤親債主 把他安定以後 到了一個家庭相對 一個家庭安定以後 一個社會就會更安定 一個社會安定的時候 他的國家就會更安定 一個國家安定以後 影響整個全世界每個國家裡面 他相對安靜 這個世界要太平的路就不是很遠了啦 很近了啦 所以在這一次我們阿彌陀佛聖誕呢 師父希望說我們這些學院弟子在這段時間有送48萬波的阿彌陀佛經 再來我們就說希望也是在王殘老祖聖誕就是以魏年的時候 王殘老祖聖誕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誦經 大家集合起來 全民來誦經 達到這個一千萬波阿彌陀佛 我們的遠程法師 有給你的學員 給你的心臟大家鼓勵嗎 這個在還沒做這個法會以前啦 我開始誦經 開始在教書的時候 我只要去上課 我絕對第一 開宗明也跟我的學生講 學藝已經知因果關係 但是你要知因跟果的關係以後 你要怎麼去解決這些事情 這一條路 修行 念經 所以應該今年 明年我們與魏年的法會 一千萬波師父的答應力 應該 我在我自己想應該沒有問題啦 因為我們家的那個世界已經一千六百多波了 是 老師說太厲害了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幾年來 我們修行的過程裡面 碰到很多的逆境啦 但是師姐 修行雖然是全家修啦 我那個 我們家的師姐 他也走過很多辛苦的道路 他為了 他坦白講一個書 現在說為了家庭的安定 小朋友的平安 這個很重要啊 我們家的小 我們每一個人家庭的家的小朋友假如說 你到他外面去讀書啦 到外面去上班啦 他能平安 他平安 我們就平安 所以 後來找到一個路 就是念經 你一直在念經 一直在33天王裡面告訴我們 他認了一個天王 你只要有什麼災難 有什麼 他會來幫助我們 他來我們家 加持這個事 保守我們家的小孩子出去 他就平安 那他平安 我們大人在家裡就沒有煩惱了嘛 這個事 很重要 所以我也想說 明年一千萬部可能會超過這個數量 我想 因為我一直在訪問很多師兄師姐 發現他們有些人 現在已經是四五千部了 一千多部了 甚至兩三千部的 大有人在啊 但我們沒有看到的 可能還更多 不一定 這個功德很大 所以我們要鼓勵我們的學員 或是我們社會這些修行人 或是社會人士 我不是這個中文 我們就不讀這個經 這個經 我們在修行 我們哪一天回歸本位的時候 重點就在這裡 這就是五位師裡面最大的功德叫法師 哦 我們法師給社會 給社會安定 這是舒佛菩薩的大本願嘛 是極樂世界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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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這送經的功德真的很大 不一定在我們這一次的陽世 我們可以感受到 以後呢 在每個人都往生極樂淨土的時候 你才知道這送經的這種 五位師的功德有多麼的大 所以我們要鼓勵很多人來送經 因為每個人的業力不一樣 來世間中的任務也不一樣啊 像今天早上我們碰到我們一個師姐的小孩子 我們就算起來 他命怪就跟佛有緣嘛 雖然他還在讀書啊 讀大學 但是他說 他來到這裡以後 噴到他的兩個尖啊 就是抬不起來啊 他說什麼原因 你怎麼說 你來也讀過大專班 你怎麼會沒有理解這個 你既然這個法會 你所有的護法神將 這些農天護法 把你的趁願再來的這些燕金債主 跟著你來修 你有沒有幫他安個位置給他做 那因為最主要你的磁場的問題 你就是趁願再來嘛 所以你要去圓滿這個事嘛 我們每一個人 不管任何一個人都一樣 我說啊 老師啊 我跟佛無言 你說從佛來的 為什麼會跟佛無言呢 對不對 所以我這樣講 我們最好是乖乖的 就是我們該做的事 我們就應該好好去做 才不會以後再跌跌撞撞 因為我們有因果關係的關係 所以師父開始我們修心 修口 養靈 宋經也是養靈的一種啊 是 是 所以人在不如意的時候 人在慌亂的時候 就開始要去念經 所以在世界的醫學上啊 包括美國啊 他們這些心臟專科醫生啊 後來他們去研究很多所謂自然療法裡面 有一個就是念佛 念佛能讓我們的心力啊 去調整 讓我們心去安定下來 人越安定 心越靜的時候 我們人的身體健康 所以健康 哦 是 是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元臣法師 在微信中服務呢 抽空 真的來讓我們更多微信正道的 這些師兄 師姐 大家更清楚 其實宋經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這是長長久久我們養靈 都必須要累積自己功德的質量 今天謝謝元臣法師來接受我們訪問 謝謝 感恩 阿彌陀佛 謝謝 感恩 阿彌陀佛 別趕緊暑 阿彌陀佛 你愛說 cade той或樣子 我可以自信 咱氣得那奏 願成功 養子 她 admits titre喻 咱提過原因 追求你 請聞乎 Kir 發 auc�你自殺 ぼ大術科師來ід發OP 美容 substances 某些雇星